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周日的投票结果虽然并未出乎市场预料 但是足以让投资者们松了一口气 在立法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后 巴黎股市在周一开盘时大幅上涨 法国CAC40指数跳涨2.59% 这是在经历了6月6.42%的跌幅之后 迎来的一个积极的开局 有分析师表示 市场得到的结果与最后的民调预测基本一致 也就是国民阵线的强劲表现 但是暂时没有绝对多数 这种情况没有出乎市场预料 市场在选举前已经进行了调整 在首轮投票中 国民阵线获得了超过33%的选票 并成功拥有了39名议员 新人民阵线得票率接近28% 总统阵营略高于21% 尽管国民阵线和其盟友的得票率略低于最后几天民调预测的36%至37% 但最终 马克龙阵营没有完全崩溃 首轮投票结果显示 没有一方获得绝对多数 这一情况让市场有所缓解 分析师认为 目前关于撤退候选人讨论可能会使国民阵线无法获得绝对多数 从而在一些政策上达成妥协 政府已经宣布暂时搁置备受争议的失业保险改革 这一改革同时遭到极右和左翼联盟的批评 韩国几州岛遭遇暴雨和强风袭击 导致部分航班和船只停飞或延误 当地西洋部门发布了几州岛全境暴雨警报 并发布了山外地区强风警报和周边海域强风浪警报 据极州岛防本部称 截至周日中午共报告了48起由天气引发的灾害 受恶劣天气影响 周六从极州岛起飞了150架次航班停飞 而截至周日15点又有18架次航班停飞 80多架次航班延误 此外 从极州岛开往丸岛和真岛的部分船只停航 而连接极州岛与马拉多岛和加帕多岛的所有客轮也停航 俄罗斯声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它在多个方向占领了更多有利阵地并控制了几个定居点 而乌克兰在同一天表示 它在前线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了100多场战斗 俄罗斯国防部在简报中说 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克兰运输武器的火车 反炮兵雷达 军火库和其他目标 俄罗斯防空系统还拦截了数枚乌克兰导弹 火箭弹和无人机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内总参谋部报告说 乌克兰部队在前线多个方向上进行了100多次交战 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最为活跃 他们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 并对俄军发起了反击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4年6月30日 土耳其伊斯密尔移动建筑物发生爆炸 救援人员在现场开展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 当地时间6月30日 土耳其西部伊斯密尔省移动建筑物疑似发生天然气爆炸事故 目前已经导致5人死亡 57人受伤 其中至少10人伤势严重 该建筑物位于拥挤的街区 人员密集 事故发生后 大批消防人员 搜救人员以及警察抵达现场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伊斯密尔省省长办公室发布消息称 由于事发地人口密集 受伤人数暂无法准确统计 死伤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当地时间2024年6月30日 瑞士七皮斯 暴雨引发洪水 造成当地房屋被淹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6月30日 瑞士东南部格里松州警方表示 因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而失踪的三名人员中已发现两人死亡 另一名失踪人员仍在搜寻中 当地时间6月21日 瑞士东南部急降暴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三人失踪 救援部门6月22号出动直升机 无人机和救援犬展开搜救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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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